在电视剧《步步惊心》之后 除了和蒋新的恋情告吹之外 演员叶祖星始终没有多大的关注度 不过近日他写新剧《铁在烧》亮相了 绝对是大大的突破 不再扮演黄族阿哥的叶祖星 此番在抗战剧中挑良硬汉形象 索杰的角色更是不讨好的大反派 这是我第一个留胡子演的戏 真胡子 我觉得更加爷们了 偶像包袱早就碎了一地了 剪都剪不回来了 要知道昔日的四哥无奇龙如今是爱情事业双丰收 可是叶祖星不仅和华飞讲心的恋情告吹了 自此之后也始终没有叫得响了星座 这一回不惜半丑还演讨骂的反面角色 可谓是煞费苦心啊 而虽是和王磊齐葵的首度合作 但三人毅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这波王磊还创作了新歌描述兄弟情 您看来三人的戏份也是有很多的看点呢 不过除了男人戏之外 刘涛的加盟也是不小的亮点 嫌弃刘涛变身万人迷 周旋宇极端乐恋之中超级强戏呢 嫌弄在线才帮不打 等会订阅一下